不管是谁 其实人心里都渴望我们的婚姻是长长久久 婚姻要经营的长长久久 就是要像裁缝一样 一针一线 把裂缝补起来 用耐心支出幸福的婚姻 唯一是有幸福婚姻的秘诀 是在愿意放下自己 在爱中很久忍耐 听好 一生之久甜美美好的婚姻 不会无故发生 不论是你跟谁结婚 好的婚姻不会就是这样发生的 它是刻意的 它需要时间承诺 它需要用心经营去做的 当然了 它的回报也最大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几点 婚姻里面非常重要需要去做的 今天我要讲第一点 就是沟通 其实我把它称为沟通是婚姻的什么 基本盘 第一我们要看心灵气和的沟通 人有一种沟通的需要 心灵分享的需要 所以每一个人自然就会去找人 谈心分享 所以夫妻要学习谈心 这是婚姻第一个要刻意去做的事 第二在沟通上面 我们还要明白一件男女沟通的差异 姐妹们说话跟沟通是为了表露心情 疏解心情 男人认为说话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是用来发表意见跟交代事情 解决问题 下个礼拜虽然是母亲节 我会讲沟通的第三点 正面沟通的爱之意 怎么样讲对和错的话 愿我们自己来起来 我相信从这一个开始 每一个人都能做 这个月我们从基本盘 来重新建造我们的家庭婚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